密室里的父亲强力反驳 要求上场和儿子对峙 那么父亲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他的再次上场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信息呢 我自己邀请上委 我们老师们一样一样来 好 其实他是房子了 不是说我不想买房子 而是我的要求他比较高一点 如果他买了房子我不会去的 为什么呢 我儿子买的这个地方不行的 这个解释一下场子 场子我老头我爱人了他妈妈 说了多少次这个有风险 你把这个风险转移到妈妈这里去 你跟他沟通过吗这个想法 妈妈和他沟通了不止两次 妈妈也在 他不同意是吗 他现在的目的和动机 全部由我们回备了 他目的他就是好像要来专业这个工厂 他现在也是把他控制着 像生殖不让我看一样 我爸因为现在生殖虚口证要办了 我知道的 我明明知道 他把你这道拿走以后不拿出来 卡了我们一起 我知道的 所以我动了一个脑筋 我自己去办了 他脾气肯定是有一个问题 先生 我听您在这讲吧 你知道我在想象什么 我觉得怎么不像父子之间 这都像那种互不信任的合伙人 在互相想办法互斗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你们是 我没有 但是你们是血浓于水的这种亲情 我没有 你父子啊 我没这样子想 当然你们的表现不像父子 像俩股东 对 老爸有老爸的脾气 孩子有孩子的脾气 你说这么多啊 我想我们旁观者其实看得很清楚 问题在哪里 对 说了一遇到的事情 我很激动 您的激动我们都看到了 您的语速 您的表情 情绪 您的动作 都展现出来了 对不起 没有关系啊 对不起 您真实的呈现 您在家里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但是我在听您的时候 我在看您儿子 您儿子特别冷静 他现在跟我们这种态度 也是不成熟的现象 冷眼看你 这个冷 是因为有可能这种状态 在家里是频繁发生的 是吧 所以他现在就是您怎么激动 在他那儿都觉得是一个常态 是这个状态吗 所以他并没有说 哎呀老爸别着急 别生气 咱有什么话 咱慢慢说 你看他丝毫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整个 您刚才情绪激动的这个过程中 他的一个反应 我也注意到了 他不光是冷 他还有一些不屑一顾 那种狗情 我觉得 好像跟我没关系似的 而且呢 就是这个父亲 在表达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是要给一点建议的 因为您不是跟我们谈 您是要跟儿子谈 对 他对您这个态度 您从来也没有考虑到 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您 您从来不去体谅他的感受 他呢 也没有体谅 老爸为什么会这么 情绪激动 我觉得马仙老师 这一句话说到一个点 一个什么点 其实作为父亲 您只是想来倾诉 并没有想过 我这番话是说给谁听的 今天来到这儿 我面对的是谁 如果说今天来这儿 只是为了泄愤的话 或者只是来表达倾诉的话 我想可能意义不大 那今天呢 好不容易一年多 没见到儿子坐在对面 我们应该找一个对象 我们是说给他听的 哪些话能说 或者说哪些话说出来 更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我们想想再说 儿子也是一样 如此冷漠地坐在这儿 好像事不关己一样的 我相信你来这儿 肯定是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家不如 我说什么都不如 我们创造的财富得白大了 你这种人一看 就是外冷内热 不然你不会那么热心地说 还考虑你老婆的感受 考虑你所有人的感受 你肯定会考虑很多很多 你今天才来的 对不对 就在主持人劝说儿子 站在父亲的角度考虑的时候 父亲突然拿出手机 交给了旁边的专家 并强烈要求专家 看手机里的一条短信 这条短信到底是什么内容 父亲又为何急于让专家们看呢 爸爸跟我们承上了 他的手机里存储的二六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给你们创造了这么多 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 有什么不能够用一句话去 以笑敏恩仇呢 一个三千平米的厂房 引得亲生父子形同陌路 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说话 半年多的时间没有说话 没有见面 好像像求人一样 他还有一些不屑一顾 他现在的目的和动作 全部我们毁败了 对我很激动 这瞬间其实我挺感动的 一段往事 也将父子矛盾激化爆发冲突 放工具的门全部砸烂了 你儿子全部砸烂了 他们父子之间真的是发生了什么 不可调和的大的矛盾吗 哗哗哗也得对下来 现在这个心 我都一天都不下去 对 从来没有够 那你可谈啥 啥头顶了 是父子还是股东 他们将会选择怎样的身份 您所谓的搞错这句话 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像父子 像俩股东 对 不谈这个 这个不是焦点 就是现在要解决的情感最重要 还是厂房最重要 你就上法院去起诉说 解除你们的父子观念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实现不了 要亲情还是要利益 一家人又该何取何从 但是让你们就同样一个爱的女人 备受如此煎熬 厂房卖掉 什么都卖掉 让妈妈能够活六年 十年 二十年 老年人十种常见病症 您有吗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贫血 失眠多梦 气短 心慌 多汗 厌食 腹胀 肾虚尿贫 别担心 葛鸿牌贵龙药膏 驱风除湿 输精活络 温慎补血 有效应对十种老年常见病症 祝您五脏调和 身体健康 一体多症 试一试 葛鸿贵龙药膏 你在吗 我可以和你聊聊吗 关注精神健康 打开心灵之窗 现在开始 吃点更好的 北方嗨购 第一时间 说天下 大海热线 健康朋友圈 北斗融美 五大融美体平台 联媚推荐 发掘更好的产品 寻找更好的原产地 记者实地体验调查 只为更好 北方嗨购 爸爸真的是很辛苦 这辛苦 包括到现在 我承认 盖房子肯定辛苦 尽管我们是希望 儿子能够对父亲 更多的理解 但是把关系 闹到今天这个份上 我想是双方都需要 做思考的 比如说父亲在情急之下 有的时候说话也挺伤人的 对 您做贡献 儿子是认可的 在结婚的时候 说爸爸辛苦了 这一句话 您就能哭半天 然后14年的短信 到现在您还留着 您甭说14年了 我估计上个月的短信 我们该删的都删掉了 我上个星期 我都删掉太多了 这就删掉了 因为我们有大量的 更多的新的信息 那就说明 其实这个父亲 内心是特别渴望 一份温情 尤其是家庭的一份温暖 儿子给他一份认可 但是闹到今天那个份上 父亲有没有做一下思考 是不是我们那份强势 导致孩子跟我们渐远 第二点 孩子也30多岁了 30多岁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思维方式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见解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在后面 吹连听证 而你不听我的 我就各种理由就出来了 你想说什么 我还要补充两句 你刚才这个写补充 没说是话 这个话都过来了 我们要把人家知道 我们风险 我们老丈人 他的老丈人 我的亲家公业给他说 风险太大 我们来承担 现在反过来了 要他来承担 那么刚才那个老师 你说的很低 那你那个就找给我们好了吗 你只要过来 我们去承担吗 我们有能力承担吗 不放了 扎着你 取这个意思 他要的教会一样的一个东西 你就说半天又说回去了 又变成俩股东了 你们俩的角色呢 一会儿从俩父子变成俩股东 然后呢 好不容易有点好一点吧 好不容易你儿子这个 被爸爸稍微感动一点吧 又回到俩股东 我刚才是在解释这个事情 明白 您解释 但你看看 你平时在家里解释的时候 这种语气 就像一个 我要拍板的董事长 我得拍板 对吧 这个姿势和语态就是这个意思 尝试解读一下一个父亲 刘老师也是一个父亲 他之所以激动 他不是因为说 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委屈 对 我不委屈 对 不委屈 我的全部 不委屈 都是给你儿子 对 我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是儿子对爸爸付出的一种理解 对 希望你能读懂爸爸 面对刘老师的话 儿子陷入了沉默 看到这里 密室里的母亲要求上场 那么母亲的上场能否化解父子两人之间的误解呢 阿姨 您把那个椅子拿着 您看看您想坐在哪 这是家里的两个阵营啊 您想坐在哪 您自己摆你的位置 我觉得呢 我们今天来啊 椅子来解决的 也不要这么大的女性 这一个呢 其实也比较急 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 您是摆到了儿子的那一边吗 还是说 我说其实在他们的中间 那您去摆到中间来吧 对 您坐中间来吧 您坐在那吧 我就以为您这一天平就倒到您儿子那边去了 是 您就坐中间吧 对 在您的角度来看啊 他们父子之间真的是发生了什么 不可调和的大的矛盾吗 导致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儿子呢 说话是口 口其实有他的脾气 说话有点伤人 就我们家呢 就我爱人 什么东西是主张传利的 也就在您这个角度来看 父子两个人都是有脾气有性格 对 都挺不好说话的 可是您这两头都不讨好 对 两头不讨好 就请求你们父子之间 最不要这样僵下去了 真的以前过得这么幸福 我们以前最后最累 我都无所谓 可是现在这个心 我都一天都过不下去 对 其实家里有没有钱 有没有房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和和美美的 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是 家要散了那你还谈什么呀 对 母亲认为拥有再多的财富 也比不上家庭和睦重要 面对父子之间的矛盾 家在中间的母亲 更是左右为难 都不理解我 都不理解我 不知两个都不理解 男人 我就是没有主张这个家里的权利 就是都是老父亲做事 他说的是我才变成这样子的 可是我就很无奈的选择 母亲其实也是一位商人 在商场上 她是披荆斩棘的女战士 不管是遇到难缠的商家 还是失败的生意 王女士都能够坚强地熬过去 但是当自己的家庭出现裂痕的时候 王女士却措手无策 她也找过家中所有亲戚 来调和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 面对父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又该如何帮助这个家庭呢 这个家庭的局面就是这样呈现了 小伙子 你认为你们家 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格局 到底从哪找突破口 才有可能会有修复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呢 你是年轻人 不知道 不知道从哪 如果从你身上开始 你觉得可行性大吗 我觉得弥补是弥补不了了 弥补不了了 弥补不了 只能缓和多少 算多少 那也行啊 我真的是希望 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当事人 真的是以情感为出发点 我们不管多大的矛盾 最后还是要落到情感上头来 而且只要情感融合 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所以情一定是第一位的 对不对 就像刚才刘刑老师说的那句话 我也特别赞同 如果说您跟爸爸 这个话到位了 房子早就不是事了 结婚典礼上的爸爸一句 您辛苦了 他都能哭半天 这还不容易啊 是不是这样吧 所以我同意儿子的那个说法 这家庭中的儿子呢 就谈到 如果要一下子通过一场节目 回到过去 回到五年前 十年前 回到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我认为小伙子说话呢 他是比较落地的 他是比较真实的 我想跟您探讨一个话题 您希望这个家庭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就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之前的这个 就关于房子的事情 房子的话就是当时的兑现 后一部分就是工厂的事情 是以我为主导去办这个工厂的 肯定要自己运营起来 而不是靠租赁 我说的是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 对 我重点强调的是家庭关系 我们怎么来处理 这个关系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解决的话 关系 你就是这是基础 如果这个解决不了其他免财 对 你觉得家庭关系会缓和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 我觉得应该 可以走动 常来常往 爸爸偶尔带着妈妈回去 这个应该能回到 回到 从前 应该可以 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场上 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要求谁 一定要做出一个让步跟表态 对 而是应该什么呢 应该你们父子俩 都要学会反思 我的思维错在哪呢 这是从企业经营这个角度来讲 从出资来讲 从处理来讲 父子俩 权力义务上边 都应当有一个重新的界定 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想多说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 父亲 你爱你的老伴吗 小伙子 爱你的母亲吗 你们两个男人爱着同一个女人 但是让你们就同样一个爱着的女人 是备受如此煎熬 你们父子两个男人 怎么如此这么狠心呢 这还是父子吗 还是一家人吗 是夫妻吗 是母子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位思考 换个角度考虑一下 我们的家庭关系 应当怎么处理呢 这是我的心里话 刘老师说了 我说出你的心里话 对 我是说这中间 就两个人都有毛病 自己 就是反思 要改变人家 首先要改变自己 对 这句话我永远是这样 对你们 儿子也这样说 现在的一个 你们家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 她没有生病 一旦她生了病 家庭关系会好转 对不起 女士 说这妈妈就是得了一种 什么什么什么病 只有半年的时间 你告诉我 你还跟爸爸斗吗 是 就不会斗了 就觉得拯救妈妈 厂房卖掉 什么都卖掉 让妈妈能够活6年 10年 20年 50年 100年 这才好呢 我是有理论基础的 为什么 长期的一个人负面情绪 就容易有癌症 我就办法搁你这儿 妈妈参与了经营吗 了解整个过程吗 家里的事 了解 了解 您看能不能这样啊 先生 我们找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件事情 不让妈妈来说了算行吗 她今天已经坐在中间的位置了 不偏不倚 对吧 对 妈妈说了算 她如果决定的结果 您接受吗 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啊 先生您愿意把钱交给她吗 交给您太太吗 我要看情况吗 还是没有信任感 对 你要看情况 要看情况吗 新生格已经有产生了 因为这个厂子现在还烂着 先生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您觉得您家里边 就是现在要解决的 情感最重要 还是厂房最重要 您回答我 厂房解决了 什么东西解决了 儿子是这样吗 您也这样认为是吧 不完全是 厂子只是一部分 还有什么 只是眼前的事情 是迫切的事情 房子呢 是不迫切的事情 这个家庭接下来的问题 可能就要实实在在地 去谈利益的分配了 厂子 我说了不算 全部她一人说了算 现在就是说 这一点我就非常反感 敏感 就是说您想说了算 我不想 我们共同 共同 共同 履兴起我三分之一的 这样的职责 对 你是以什么身份 来跟她谈厂的事 双重身份 厂子公司经营里面 没有那就是股东身份 你有你的话语权 你的话语权按什么来 就按你的股权来 对 对吗 但是她又再接在轻型之上 她是实际上有双重关系 但是又隐去了她的 就是 我们来分开说 分开说 那就是陈翠毅的商业上的 股东的身份 好 那我问一下 你的股权从何而来 注册的时候 注册 怎么注册来的 工商登记 好 刚才我也就开始查了一下 你们公司注册资金一百万 每人使脚十万块钱 我问一下 最开始的十万块钱谁出的 是他们出的 我是你的话 这是我父亲给我的 如果我真的今天 我跟他发生这么大的矛盾 马老师那种方式你接受不了 好 最简单的方式 你的我还给你 我不说话了 我不要求在你的地盘上说话了 你自己去想办法创个业 不就完了吗 但是这个是我自己加的 而且是我是 我是股东 又是我是法人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 葛红牌 桂龙药膏 我其实是 我从我个人角度 我其实是真的 特别不希望看到这一幕 我还是觉得 应该是从他们的亲情角度 真的 因为我是觉得 父亲他看似 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人 我们都能看得到 但其实在父亲的内心深处 他其实特别渴望一份亲情 因为我在前妻的时候 真的是看到 父亲的房间里 我看到了很多 您这个儿子 也就是孙子的照片 都摆在了这个 您这个父亲的床头 由此可见 他是真的很重视 亲情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 你们到最后 真的如果是赤裸裸地 来谈这个利益的话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 到我们这儿来 你们直接找一个律师 就谈一谈 分一分就好了 其实刚才大屏幕上 一直有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 你爸爸抱着你的儿子 对吗 先生 非常怀念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你们 真实的诉求 是房子 是厂子 是公司 还是说 我们所提倡的亲情 但是我请你们 明白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 你只有这一个爸爸 我也想告诉这位爸爸 您就这一个儿子 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孩子 所以不管你们 怎么去分配 怎么去争吵 你们永远 剪不断这段情感 如果说 正是像你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王律师 会在节目录制之后 给你们一点时间 那就非常简单 去到他办公室也可以 就做简单的 两个股东之间的 法律文件 我认为这样的话 也挺理智的 因为作为一个商人 作为一个折商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这么做是应该的 王律师说得多清楚 你一分钱没付出 你白拿一个企业 这时候你再跟父亲谈 我是股东 我是法庭代表人 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这个工厂 我也付出了 我觉得我走 你付出是应该的 对 是应该 因为我做的反应 但是作为你的父亲来讲 作为你的父亲来讲 你要让我说你的父亲 父亲 别嫌我说话狠 你的儿子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是你惯的 对 您在您的脑海当中 您也没有把企业 跟您这个家宅开 是 现在你要求儿子宅开 他宅得开吗 对不对 既然父子俩都不愿意抛开利益 我们也不妨谈一点利益 对 对吧 这也是很客观的 其实按照我的理解 咱们很多折商 对吧 这种家族企业 是有一定规模的 如果一旦出现了 父亲跟儿子 在经营里面上出现了 巨大的区别 那我真的劝二位 可以了 把现有的企业作为评估 按照你们当时的股东的约定比例 该谁多少钱多少钱 父亲你可以采取撤资的方法 退出 儿子给你折钱 他折不出钱来给你打欠条 儿子 你可以辞去你的法定代表人职务 我跟我母亲提过考虑说过 要不这场全部卖掉 咱们就那就不扯了 行了 也得 明白你的意思 对对对 实际上不管是以什么方式 你们负责俩的的的确确是不想 互相掺和在一个企业当中 既然这个问题是一致的 我们干嘛还非要掺和呢 退出 要不你辞 要不您撤资 就这么两方向 可以吗先生 其实刚才这个建议已经跟您说过了 可以吗 行 是不是都点头了 好 刘老师提出的关于工厂的建议 得到了父子两人的认可 他们是父子也是股东 股东之间关于利益的分配 可以用一纸协议就能够分清 父子之情的修复则 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经营 而这更是我们所看重的 儿子你是小辈 两年半前 你说过的那句话 今天还能再说一遍吗 父亲您辛苦了 状态不对 我还得挑你毛铃 我们应该有点诚意 爸您辛苦了 两个人我希望你们这么多年了 你放手不要太坚硬了 真的父子没有一家都没有解释不了问题的 我们一家清清热热的 先生 不能大家都说暖话 不要再说了 别发这个脾气 说话暖一点 会少一块肉吗 我想这种还是前提今天来的真正目的 对 妈妈说出了心里话 今天来的真正目的 其实就想有这一刻拉拉手 心里的隔阂很久了 但是我们不是仇人 我有个提议 你也请相信我们蓝族 父子俩 妈妈可以不用去 一起去王律师那拜访一下 可以吗 可以 我们一是完善一下 刚才结尾的时候说到的那个提议 另外一个 如果你能够相信他 可以跟他做好朋友 有什么关于对你爸爸的想法 告诉他 不再用刚才那么冷冰冰的语言 或者眼神去面对你的爸爸 可以吗 可以跟我们王律师来说 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 那你就按这么做 你答应我的 你可不能回我 我找你 好 可以吗 同意 同意吧 你有什么想法 跟他沟通不了的 跟你老伴也沟通不了对吧 可以 找王可 好不好 非常非常敬业 你看看出来了吧 这样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沟通的链条 因为我们栏目组建立起来了 我相信大一段时间 哪怕三个月 半年 这份工作 我相信王可是愿意干的 我们栏目组也是愿意干的 我也相信 相信吧 我也相信 半年以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节目现场来 那个时候可能是 你会带着你媳妇啊 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 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我们一定要做安定团结的 这样的一个连接者 好不好 先生 因为处在这样一个过渡期 我们要多理解 多支持 多配合 好不好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王可你愿意吗 我也没征求您的同意 我就代表你了 可以吗 你完全可以代表我 我愿意 你愿意 好 谢谢 这份工作其实是一份 沉甸甸的信任 明白 我觉得也能代表 我们栏目组的一份心意 我们是真心诚意地 希望你们这个家庭 真的是非常好的基础 而且比很多很多的家庭 拥有更多的财富 为什么不往好里过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信彼此 都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台阶 其实在我们看来 这仍旧是有爱的一家人 只不过当矛盾出现的时候 他们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 节目的最后 他们父子也同意 以后会更加地理解对方 儿子也会对父亲更加尊重 希望他们在拥有财富的同时 能够拥有更多的爱 祝福他们 爱茶人们更是喜欢第一时间